今天我們要來示範的是Blender裡面材質與花紋 裡面的一個重要主題叫做UV貼圖 這是用來貼比較複雜的圖形所使用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進入Blender 然後選UV Editing 再按Tab進入編輯模式 然後選UV Mapping裡面的Unwrapping 這時候它會出現一個浮現式功能表 我們選Bollow ActiveQuest 接下來呢選 它又會再出現一個功能表 我們選Edge Length Mode 然後呢 讓它這個選項等於Event 讓它選項等於Event 這時候UV貼圖已經展開了 但是你看不是很清楚 請你到這個畫面把它縮小一點 那你就會看到比較清楚的話 UV貼圖 那這一塊有灰色的 這個是我們的貼圖區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個整個UV貼圖縮小 到時候匯出的時候才會比較正常 所以我們IA全選 然後把它縮小 縮小到進入影像框框 剛剛那個貼圖區就是影像框框的範圍 然後呢我們選下面這個UVS 然後把它Export Export會出之後呢 我們選成UVMAP.PNG檔 然後在資料夾裡面你就會看到這個UVMAP.PNG檔 是一塊塊 那我們用小畫家開起來 然後呢把它加入圈圈 像骰子一樣 那回到Blender 然後呢我們新增一個材質 那新增這個材質的時候 下面會有一個這個Mapping 我們把它Colonel 設成UV 設成UV 這樣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選這個花紋呢 是Image or Movie 就是會錄這張圖形 然後設定它的花紋 是Image or Movie 把那張圖揮進來 然後把剛剛那個編好的圖 叫UVMAP.2 把UVMAP.2揮進來 然後呢再回到UV Editing的畫面 這時候呢你必須要在這個下面 選UVMAP.2的那張圖 選進來之後呢你的UV貼圖 到直上就設定完成了 但是在這裡還看不到 原因是你必須要把這裡的MOD改成 不是MOD 就是這個 Viewport Shedding 改成Texture 這樣子才看得到 改成Texture之後呢 那邊看得到了 回到這邊一樣改成Texture 那也才看得到 那最後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UV貼圖的成果 接下來讓我們來實際操作一遍 那我現在進入Blender 我就用這個立方體當範例 那首先呢就直接讓我們進入UV編輯畫面 那接下來呢我們在這個視窗裡面 右邊的視窗裡面按Tab 這時候呢它會出現這個工具 那我們按Unwrap 這時候我們選Follow ActiveQuest ActiveQuest就是目前我們所活動的那個平面 那你可以設定任何一個活動平面 那我現在因為我不太在意它到底是哪一面 所以就隨便了 就目前的ActiveQuest 那事實上你可以這樣子設 當你選這個畫面 當你選這個的時候 那你這個就是活動平面 但是我選選的時候呢 那這個會設的是活動平面 ActiveQuest 所以當我這樣全選的時候 OK 那我選Unwrap 我用Follow ActiveQuest 然後這邊呢我選Even OK 這時候按OK 好 它說ActiveQuest ActiveSurface Not Selected 好 看一下 好 好 這樣有了 好 那有了之後呢 我們的圖變成這個樣子 那 那你 OK 這裡還有 那一二三四 所以我們掃了一面 所以我們掃了一面 再看一下 這一面 灑掉 好 先全選 全選 再選Unwrap 因為我們要讓它縮小到貼圖去 拉進來 OK 在這邊再全選 因為我們要讓它縮小到貼圖去 所以我把它拉進來 拉拉拉拉拉 拉進來 好 讓它大一點 會比較好 待會比較好畫 好 盡可能大一點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的貼圖就進來了 那 我先把我們的檔案存一下 檔案存一下 放在這裡 UVMAP 那名就叫做 UVMAP 點blend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匯出 匯出這個貼圖 Export 那這個呢 就叫 UVMAP 點png 好 這時候 我們回到這邊 去看這個 UVMAP 點png 顯示縮圖 你會看到這一個圖 那我們用 小畫家把它開啟 那在這裡呢 我就開始 畫個 橢圓形 好了 好 那這是1點 2點 好 接下來呢 3點 4點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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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6點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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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6點 我們按另存新檔,叫做 uvmap2.png 好,弄好了之後呢,我們回到blender的這個畫面 先存一下,回到default 那在這裡我們本來就已經有個材質,有個花紋了 那這裡請注意就是,你必須在這個mapping上面選 uv 選好之後呢,coordinate 要選 uv 選好之後我們這邊要把剛剛的那張圖給進來 所謂選 image or movie 然後按open,選 uvmap2,然後會進來 這時候我們的 uv貼圖其實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選這裡,texture 目前還沒看到,我們回到這邊來 OK,那我們選到uv editing這邊 因為我們這裡還沒設 我這裡必須要設成 uvmap2,就是剛剛那張圖 這樣你看到它的那個 uv貼圖對好 接下來我在這裡選 texture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裡點數的部分就進來 好,那這樣子我們的 uvmap2 大致上就完成了 我們回到default模式 回到default模式 那你就可以看到,OK,這個 uvmap2是OK的 但是按F12呢,我們可以看到,是可以的 好,那這就是我們示範 uvmap2的結果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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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